Hello,我是莉莉 今天收到iMoney Malaysia提供的一堆iMoney i2 Plus传代式及奶器 还有这个iMoney i2 Plus专用的充电物Charging Dog 好,现在开箱了 这个要注意哦,它有教你怎样清洗,要注意是什么 哦,嗯,好美的充电,不懂得啊 说明书 鸡鸡 这个就是喇叭,还有这个是奶杯 好漂亮 嗯,还有 charger 还有 table 嗯,还有这个, insert 嗯,集体 来,比较比较 嗯,这个是 Gen 1的,这个就是i2 Plus 是一样大小哦 哦 哦 OK 它 charge 电的那个孔在不同的位置了 这个旧的在这里 新的在这里 嗯,这个就是 Triton cup 集奶杯 是清澈透明的哦 哦 哇,还有那些多少ounce,多少ml的字 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看这里有个 cover的,可以把它盖住 好了 好,现在试试开机 原来它开机了,不会自动就操作的哦 哦 好,暂停 诶,也是有暂停耶,很好耶 嗯,很好,很好 好,听说它还可以set时间 我再研究一下 好,现在我们来set timer so,我们刚开机还没有开始操作之前 加减一起按三秒钟 一 二 三 ok,出现了 ok,这个是原本设置的20分钟 so,我可以减去15分钟 10分钟 ok,最低是10分钟 就是说你一开机,10分钟它就自动停 然后你又可以加5分钟5分钟这样的加 就可能变成bump 15分钟就自动停 或者bump 20分钟自动停 或者bump 25分钟自动停 或者bump 25分钟自动停 或者30,35,40 诶,这样子很实用咧 如果你有留意i2Gen1的网购页面的话 你会发现可以选择25和28mm的喇叭 或者28和32mm的喇叭 两个不同尺寸的喇叭 所以它盒子里面会有多一个28mm的喇叭了 可是这个新的i2 Plus就只能选择25和28mm 然后你看现在包装里面就只有一个28mm的喇叭 就是这个 它的喇叭就只有这个28mm的 25mm的喇叭呢?答案是没有的 这个就是i2 Plus跟上一代i2的差别之一 i2 Plus就只有一个28mm的喇叭 它没有其他尺寸的喇叭了 如果你要小耗一点的 就要用inserts来调整它的喇叭尺寸 你看这个就是25mm的inserts 所以每一套的i2 Plus里面都会附有一个25mm的inserts 如果你的乳头是比25mm的小 那么你就需要另外购买小耗一点的inserts了 inserts一个才大概马币30多块 可是我有一个问题 要是乳头比28mm大的话怎么办呢? 我会再跟iMoney Malaysia确认一下 现在要开箱充电物了 在我忙着开箱的时候 麻烦大家帮我估计一下like button好吗? 可以帮帮忙的哦!谢谢! 所以要怎样得到这个充电物呢? 如果你在iMoney的网站下单 你就会看到有single和double的两个选项 如果你买single的话 就是只有这样子一粒 价钱是马币438mm 你买single的话 是有送一个5W OneAir的charger 建议大家不要贪方便 拿起自己手机的charger和电线就直接充电 还是用回iMoney Malaysia提供的charger和电线 会比较保险 不然你charge坏了那个机体 就没有warranty了 如果你买double的话 就是这样子两粒 double的价钱是马币800 898 898还有送这个充电物哦 这个价值是159.9 所以买double才有送这个充电物 如果你在iMoney Malaysia的网站下单 记得输入lily01的coupon code 然后就可以得到马币8块钱的折扣哦 下面的description有连接 嗯 嗯 这个就是charging dog 比我想象中小叻 哇 好漂亮耶 嗯 注意看了 看到吗 这一个呢 当你买这个double的话 它附送的这个charger呢 就是5W2A的 所以这个 跟这个配搭 是不可能放进去的啦 所以它charge电位在这里 所以这个gen1是不可能放进去的啦 所以只有这个i2plus那个位置是刚刚好的 嗯 这个可以了 这个可以了 yes ok 再charge这了 所以可以把它关起来 乖乖charge电 今天就只是开箱给大家看看iMoney i2plus和这个充电物charging dog 给我一点时间试用 以后我会做一个更详细的full review 记得留意我的频道哦 拜拜